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三零神英超友,韋詩咽主場迎戰熱刺 熱刺聯賽至今表現比韋詩咽更好 而他們目前亦比韋詩咽多12分 而且主對韋詩咽近期增勝佛力 反過熱刺最近4場贏3場 所以實力和狀態都是這麼好的 熱刺今還有機會贏球 另外這場賽事M直播為大家掌握現場直播 韋詩咽近期聯賽表現明顯走樣 已經連續三輪未嘗勝職 上輪聯賽面對劉加素、韋詩咽憑著茶樂、寶雲 古導師和安東尼歐國健一攻 在比賽中曾3比1領先對手 無奈後連失3球,最終3比4輸這場賽事 球員信心方面有點打擊 防守表現差就是韋詩咽近期戰績難以提升的原因之一 加因他們已經連續十輪聯賽被對手攻破大門 當中多達7場比賽 失球數達到2球或以上 今場面對攻擊力不錯的熱刺 韋詩咽一中的守衛應該會面臨壓力 雖說今場有主場之力 但韋詩咽近期主場戰鬥力不太好 最近六輪聯賽主場只贏一場 看到球隊沒有主場優勢 所以今場面對來勢洶洶的熱刺 韋詩咽有機會全失3分 陣容方面中場 艾特晨、艾華里斯和門將阿里奧拉 都是因各種原因要缺席 熱刺近期表現方面 他們出色 最近四輪聯賽贏3場 戰鬥力值得看好 由於近期搶分勢頭不錯 他們29輪當中已經有56分 接下來就需要盡力搶分 五球隊亦希望可以取得來歸歐貫聯的資格 所以戰意十足 強勁的攻擊力就是熱刺的搶分發寶 聯賽至今昆長入球數達到2.1球 火力足夠 另外孫興文你策列神兩大攻擊手 聯賽至今入球數都達到雙位數 其中攻入15球的孫興文 更是聯賽金香的有力競爭者 他上來聯賽還幫助熱刺攻入際線球 指令比較良好的狀態 相信他金將絕對是韋斯咸後防線的惡夢 由於韋斯咸近放劍街 相信以此金將出戰不會輕易錯過全取三分的好機會 陣容方面前鋒文娜蘇洛文 後衛薛龍斯都是因傷缺陣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 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